金華城案延燒關鍵在於 容積率三結跳 從一開始的392% 最後暴增到840% 曾在議會質詢過的高嘉瑜 還原經過 我也拿出會議就是說 2015年12月 柯文德答覆我在市場市的會議記錄說 金華城如果要拿560的容積率 就用錢買 柯文德 2014年上當後 隔年強調容積率要560% 得用錢買 到了2017年則換個說法 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 我認為還是法律問題 所以法律問題法律解決 才能法律問題法律解決 但5天後輪到應小微質詢 柯文德卻這樣說 這個容積率後面就有很多的這種錢 台北市房價很貴 所以為什麼後來每個公務員都很害怕 美國都怕說 是不是我們這樣欠為土地廠商 幹什麼 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你們就不要怕 就最後做一個定案 從法律問題法律解決到 不用怕土地廠商 之後金華城容積率一變再變 從392充高到840% 前柯文德幕僚科醫院認為 2020年3月2021年4月 與8月 柯文德與應小微的三次便當會 是一大關鍵 我不太相信說 你跟應小微在吃便當 然後應小微跟你講說 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都更案 他適用所謂的容積獎勵 這件事情 他沒有談到最終的容積率 會變到八百四十 柯文德的態度一變再變 從一開始的強硬到後來的放鬆 中間到底跟應小微 沈慶金等人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對價關係 既定的事實就是392變到560 其實也就是在當時的副市長 林清榮主持的都市計畫委員會下 大家審議通過的結果 對於金華城容積率 柯文哲態度實在差異太大 議員含話檢調得深入追查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